这部德国烧脑神剧暗黑 此间一直被别人用德国版的怪奇物语带热度 但看过的人都知道 暗黑系列和怪奇物语除了都是王菲出品以外 两者可真是一点关系都没用 在疫情期间 烂反节还召集了一次王菲最强聚集票选 吸引了超过250万网友投票 最后正是这部德国暗黑系列风神拿了第一 而且还是碾压式的赢了之前呼声和热度很强的怪奇物语 黑镜 浴血黑帮等等 所有标题说王菲第一神剧并不是标题党 因为暗黑真的很强 目前暗黑已经发布两季 这两季在各大评分网站都是一边倒的好评 第二季更是几乎零差评 很快暗黑最终季第三季将会在6月27日王菲上线 为了能让老坑影迷温固 心入坑影迷之心 我们这期就为大家一口气解说完第一第二季关键剧情和相关知识点 要想透彻讲解暗黑 当然要先聊暗黑的世界观 暗黑片如其名 是近年来黑色科幻片的典范作品 我在看暗黑时 总能在前目的地 时间旅行的妻子蝴蝶效应回到未来 还行物语 迷失等等这些作品找到些些影子 甚至我还看到了一些普罗米修斯的概念元素在里面 当然也有人会提到想见你 我只能说论复杂烧脑程度 想见你在暗黑面前简直就是玩国家家 暗黑之所以烧脑 不光是因为线索事件和细节繁多 更重要的是人物在不同时空 以及分别的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据记忆开始就一股脑的给观众介绍了十几位去中心化的主要角色 难免会有脸盲症 所以在进入故事前 我们先梳理一下人物关系网 当然接下来都是会剧透 暗黑系列主要讲述的是德国温登的一个小镇 整个小镇被黑森连环药 小镇的居民的经济基础靠着附近的核电站维持 但也因为这座核电站造成了时空的错乱 一切故事的开始 暗黑故事环耀着四个家庭展开 由于是时空穿越题材 四个家庭又分别拓展到四个时间段去讲述 每个时间段的角色又分别由不同的演员去饰演 从而造成更多的脸盲症效应 这里我们先重点介绍主线时间线2019年的四大家庭 绝对主角的约拿家 约拿是高中生 标志性是黄色的羽衣外套 约拿父亲叫米切尔 沉默寡言是一位艺术家 母亲叫汉娜 我们就叫她娜娜吧 她是专门做马杀机的按摩师 奶奶脸上有痣做过护士 我们就叫她有痣护士 接下来第二个是尼尔森家庭 家庭成员一共有五位 核心成员是父亲警察 乌里希老乌 性格耿直粗暴 母亲卡塔琳娜是学校校长 我们就叫她女校长 他们的长子玛格努斯乱发男 大女儿玛莎 对约拿有好感并挽着暧昧 小儿子叫米开尔 喜欢变魔术 第三个是多普勒家庭 丈夫彼得是心理医生 是个同性恋 婚姻名存实亡 老婆夏洛特是一名警察 也是老巫的上司 他们又有两女 大女儿法兰西斯卡 也是中学生爱跳体操 我们就叫她体操姐 她和尼尔森家庭的乱发男 互相暧昧 最后成了情侣 小女儿伊丽莎白从小失聪 只能用手语交流 我们就叫她龙雅妹 彼得还有一个父亲 就叫她吴尔南 吴尔南总是神经兮兮 隐藏了很多秘密 最后一个是蒂德曼家庭 这个家庭的辨识度就是有钱 丈夫亚历山大 是倒叉门改姓蒂德曼家族 现在是核电站第三任战长 妻子叫雷吉娜 是森林酒店的老板 他们两人有一个儿子叫巴尔托斯 巴尔托斯和尼尔森的马莎 正处着对象 此外雷吉娜还有一位母亲 叫克劳蒂亚 是核电站第二任战长 特征是眼睛 一个棕色一个绿色 我们就叫她一同姐 而一同姐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就神秘失踪了 好四大家庭的2019年成员构成 就是这样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已经脸盲了 相信我 我正在深入前处为大家介绍 看下去一定会认出来 大家只要记住 暗黑整个故事 就是围绕四大家庭展开的 接下来的剧情书里 我会牺牲掉一些剧情的悬疑点 和细枝末节 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剧中的角色 身份和人物关系 看到最后 你一定会毫无障碍地看第三季 故事一开始 时间是2019年6月21日 约娜的老爸米切尔就上吊自杀了 自杀前还留了一封遗书 信封上面有一个要求 就是2019年11月4日22点13分之后打开 这封遗书原本是留给约娜的 但由置护士却偷偷拿走了遗书 约娜和母亲娜娜都不知道 有遗书这件事情 时间转身及时 来到了信件要打开的当天11月4日 父亲米切尔的死 让约娜备受打击 请假做了几个月的心理治疗 他的心理治疗师就是彼得 小镇这段期间发生了一起儿童失踪案 一名红毛小孩失踪 这起失踪案让居民联想到了 33年前1986年另一名儿童的失踪案 那名儿童正好就是老乌的弟弟麦茨 老乌认为之前弟弟麦茨的失踪和红毛失踪有联系 于是他比其他人更加看重这案件 不过他身体在发泄上也很诚实 期间偷偷和约娜的母亲娜娜偷心搞婚爱情 家长虽然紧张小孩失踪 小孩可不管这些 据说红毛丝下贩卖大麻 交易地点就在山洞附近 趁大人都开着家长会 于是四大家庭的小孩当晚基本凑齐 约娜 乱发男 米开尔 马莎 巴尔托斯 还有提操姐 他们最后在山洞附近找到了大麻 正当他们为一代大麻争吵时 山洞内传出巨响 在山洞附近的约娜他们害怕的各自跑散 最终当他们回到街道清点人数时 才发现最小的米开尔失踪了 而时间正好就是22点13分 有置户是终于能打开米开尔留下的遗书病阅读起来 于是小镇一共有两起儿童失踪案了 经过警方的一通搜索 很快发现了森林里有一名男童尸体 尸体死状惨烈 耳膜破裂 眼睛部位严重烧焦 警察老乌以为是米开尔 赶紧跑过去确认 却发现这名男童不是儿子 但诡异的是该尸体穿着80年代的衣服 而且脖子还带着80年代的发型硬币 以及一台80年代的卡带随身厅 老乌继续调查 觉得孩子的失踪和核电站有关 但一直拿不到搜查证 而核电站也一直对警方戒心很强搞得神神秘秘 还记得那个失踪的红毛男孩吗 其实他穿越到了1986年 并在一个秘密的实验房间内被人做着实验 实验房间里放着一台电视 电视中的科学家叫HG坦浩斯 HG在电视节目中反复聊着时间穿越的概念 这也说明了红毛可能在被做着相关的实验 但遗憾的是 红毛男孩实验失败 死状和之前的树林发现的神秘男童尸体一样 蒂德曼有情家庭那边 酒店老板雷吉娜有一天接待了一名黑衣人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这里就不留悬念了 这名黑衣人是穿越回来的中年约拿 中年约拿租下了一间房间 拿出一台成就的时间机器 张贴各种和时间穿越有关的物料到墙上 准备大干一场 另一边约拿不经意间发现了父亲米切尔房间里 有一张专门为煽动绘制的地图 地图上还写着一句通道在哪里 约拿注意好奇带着地图进入洞穴 但一无所获 而中年约拿一开始是跟在约拿后面观察 并悄悄地在约拿自行车上放了一条红绳 之后中年约拿趁着年轻约拿晚上熟睡时 偷偷潜入房间 拿出地图用红笔写了一句话 跟着线索走 帮助年轻约拿找到洞穴秘密 在2019年失踪的米开尔没有死 他醒来时发现自己就在山洞内 于是他走出山洞自己步行回家 却发现自己的钥匙打不开自己家的大门 这时大门打开出现了一位青少年 他正是青年时期的老乌 也就是米开尔年轻时的爸爸 原来米开尔穿越到了33年前的1986年 这也是聚集出现的第二个时间线 青少年老乌自然不认识未来的儿子米开尔 还有米开尔的母亲女校长一起去上学了 留下了一脸梦圈的米开尔 1986年的时间背景 此时正好是发生老乌弟弟麦茨的失踪案 而且也出现了一连串的怪事 比如羊群集体死亡 鸟群死亡等等 聚集的设定是只要有人穿越时空 会造成小镇的动物避命 供电系统故障 米开尔此时还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穿越 跑到学校想问自己的妈妈 也就是女校长 结果别人说校长是个男的 于是米开尔直接去警察局想找父亲老乌 结果却遇到了一位白狐子警察 他就是酒店老板雷吉娜的外公伊根 米开尔在警察局找不到老乌 而且再三合伊根确认时间确实是1986年 才确定自己真的穿越了 伊根为了孩子的安全 打电话给医院先治疗米开尔的伤势 不久医院派人过来 那位女护士脸上有刻致 她正是约纳的有志奶奶年轻的时候 有志护士把米开尔弃心照料 米开尔也终于向有志护士说起了自己来自未来 但有志护士当然是把这当童言无忌不聊聊之 核电站那边 雷吉娜的母亲易同姐刚上任核电站第二任站长 易同姐由于工作繁忙 容易忽略自己女儿雷吉娜 再次强调 青少年美女雷吉娜就是2019年的酒店老板 雷吉娜的母亲就是易同姐 而那是彼得的父亲施尔男 在1986年是核电站的一位保安 这时核电站第一任老站长正在办公室收拾东西 他准备样位给就职的易同姐 他收拾的东西里的照片是他和施尔男的合影 原来施尔男是老站长的儿子 老站长只给儿子一份核电站保安的工作 可见父亲对儿子多么失望 之后易同姐在审核核电站数据时 发现了一些异样和秘密 要老站长向他交代清楚 老站长没办法只能给易同姐一把钥匙 让易同姐打开被锁上通往山洞的铁门 易同姐进入山洞后 发现核电站的核废料并没有处理干净 而是放置在了山洞里 具体做什么后面会聊到 1986年还有一个关键交代 就是儿童时期的娜娜 娜娜那时候很喜欢青少年的老乌 两人看起来关系也不错 这也侧面的说明为何2019年老乌和娜娜虽然都有家事 但却搞着婚外情 好那1986年代先告一个段落 让我们回到2019年 女警察夏洛特对儿童失踪案一直没头绪 在她送龙羊女婿学校的路上 偷偷拿走了路边的监视器的SD卡 结果却发现米开尔失踪那晚 自己的老公彼得的车经过 当夏洛特质问彼得时 彼得却撒谎说那晚他在办公室 另外行为诡异的还有老乌的父亲 老乌父亲在米开尔失踪那晚 匆匆在外面回家衣服还带着血 而且在搜索孩子任务中也不积极 就像是压根之道找不回自己孙子一样 就在这时夏洛特女儿龙羊女却失踪不见人影 但有惊无险 到了晚上龙羊女独自回到了家 夏洛特和彼得也终于放下了心来 询问后才得知 原来龙羊女在自己回家的路上 遇到了一位叫诺亚的神秘男人 而且诺亚还给了龙羊女一个怀表 夏洛特打开看 怀表盖上刻着自己的名字夏洛特 这一切都非常蹊跷 而这时小镇又有一名男童被绑架 这名男童也是一名龙羊人 大家不用太在意他很快为你便当 至此在2019年期间 一共有三名儿童失踪 分别是红毛男孩米开尔 还有龙羊男孩 而且还多出了一具男童神秘尸体 最压力善大的自然就是警局了 夏洛特好不容易在自己女儿龙羊女中 找到了一点线索 也就是诺亚 于是便让龙羊女通过描述 绘制出了诺亚的样子 是一位戴着黑帽子的方脸男人 另一边并没有因为丈夫米切尔 自杀而感到太多伤感的约拿母亲娜娜 一直想着和老吴继续搞婚外情 但老吴自从儿子米开尔失踪后 完全没了心思 于是娜娜自己跑到老吴家里搞事情 老吴则直接和娜娜摊牌 他们的关系就此结束 这样娜娜伤心欲绝 由爱生恨 但这种情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娜娜这种爱 其实从很小时候就已经开始变质和疯狂 这就要我们回到1986年 当时娜娜经常假装无意靠近青年老吴 老吴则把还没发育的娜娜当成林家妹妹而已 老吴那时其实已经和现任老婆女校长处着对象了 当时娜娜看了也是醋意十足 但也无奈 在某日娜娜无意间发现了 老吴和女校长正在体育房里做羞羞的事 结果娜娜把老吴和女校长啪啪的事情 告诉了老警察伊根 但把事情经过说成了老吴在强暴女校长 从而导致老吴被抓了起来 但对举报人娜娜身份做了保密 这还没完 娜娜记生计 把告密者的嫌疑嫁接给了蒂德曼家庭的雷吉娜 也就是2019年代的酒店老板 可以说娜娜从那时起就已经是腹黑小少女了 要么再回到2019年 约娜那边对山洞的探索一直毫无进展 而且约娜毕竟是青少年血气方刚 于是注意力又回到了男女关系上 自从约娜父亲自杀后请假做心理治疗几个月 没想到原先约娜和马莎的暧昧积累全泡汤了 那也不至寂寞的马莎和巴尔托斯成了情侣 但当约娜返校后 马莎喜欢约娜的心火重燃 两人干柴烈火又拥吻在了一起 巴尔托斯则不小心从头绿到了脚 巴尔托斯这边也忙着自己的小秘密 他拿到之前大麻交易红毛男孩的手机 不久手机来电 巴尔托斯接头了大麻交易的大boss 两人相约见面 而这位大boss正是诺亚 诺亚告诉巴尔托斯能时间旅行 从而让巴尔托斯对诺亚的吩咐言听计从 约娜这边对父亲自杀和煽动探索一筹莫展 而这时中年约娜也非常了解约娜的处境 于是给约娜寄了一个快递箱子 约娜收到箱子后打开 里面有一个未来感造型的照明球 和一个检测辐射的探测器 还有一封信 这封信正是当时约娜父亲米切尔留下的遗书 但看橙色年代久远 约娜看完这封信后十分惊讶 这封信主要讲述的是米开尔 如何从2019年穿越到1986年 米开尔被有志护士领养 并改名换姓为叫米切尔 长大成人娶了娜娜 然后生下了约娜 所以约娜的父亲米切尔 其实就是老巫一直寻找的小儿子米开尔 而更虐的是 约娜喜欢的玛莎 则变成了自己的姑姑 还是大姑姑那种 这样的乱伦关系 约娜瞬间无法接受 而这时约娜也发现了 此前山洞地图中 有中年约娜给的线索 要约娜跟着信号走 于是约娜再次前往山洞 这次约娜终于找到了红绳线索 并一路跟着探测器的辐射信号 发现一扇画着 三位一体结标志的神秘之门 约娜打开门后 阴风吹过 之后约娜爬了进去 不久来到了一个两岔路口 约娜选择了往右走 然后走出了这道暗门通道 等约娜从山洞出来之后 她就等于顺利完成了穿越 来到了1986年 之后约娜被老警察一根半路接到 免费送约娜去了医院 在医院外 约娜终于见到了米开尔和有志护士 约娜此时只想把米开尔带回2019年 但却被突然出现的中年约娜拦住 中年约娜呀 约娜亲情一点 如果米开尔被送回去 也就等于约娜不会存在于这世上 一命换一命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说到这约娜犹豫了 而当约娜偷偷看到了 纳娜和米开尔已经发展成两小无猜时 约娜更是默默地认可了米开尔被穿越的宿命 悄悄离开回到了2019年 然后把父亲泛黄的遗数给烧了 而且还刻意回避了自己的姑姑玛莎 警局这边依然为孩童相继失踪忙到开花 而老乌开始把米开尔的失踪案和33年弟弟麦茨的失踪案 真的联系到了一起 结果发现当时麦茨最后一面见的人是雷吉娜 于是老乌前去酒店质问雷吉娜 并翻舊上说为何当初如此恶毒举报老乌强见了女校长 不就是当年把你绑在树上对你校园霸凌一下而已吗 此时雷吉娜让老乌脑子清醒一点 谁举报老乌你心里没点A数吗 这时老乌才明白原来当年自己被举报都是娜娜的功劳 性格粗暴的老乌知道真相当然要去找娜娜 并掐着娜娜脖子说他们完了 一切关系就此结束 但一切都太迟了 老乌老婆女校长很快也知道了老乌和娜娜柔染 老乌的人生跌至谷底 事情告一段落后 老乌发现自己调查麦茨的方向 只能掀起以前更多成年难事就此作罢 躲在车里默默看着以前和弟弟麦茨的合影 这一看吓一跳 照片中的麦茨当年穿的衣服和布酒前树林 发现了无名男童尸体一模一样 是的那尸体就是麦茨本茨 于是老乌把调查方向放回核电站 他翻开1986年老警察一根询问 门卫保安吴尔南关于麦茨失踪的笔记 把调查对象转到了2019年已在养老院的吴尔南 于是前往养老院找吴尔南 等老乌到吴尔南房间时 发现吴尔南人不在 桌上则放着一本HR坦浩斯写的时间旅行 正当老乌翻阅时 发现吴尔南翻墙走进树林 老乌带上这本时间旅行跟踪了过去 于是老乌跟在吴尔南身后 一起进了洞穴里 在洞穴中老乌怕跟太紧被发现 结果跟丢了 但老乌却意外发现了红绳 老乌沿着红绳的踪迹 很快发现了那扇三位一体节的门 老乌打开后钻了进去 在走到分叉路口时 老乌选择了往左走 结果老乌去到了1953年 也就是说那扇时空门可以去往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33年前的1986年 一个是66年前的1953年 两个临近时间间隔都是33年 而33年在剧集中也说明这是一个轮回 剧中的生死重生三位一体 都是33年唯一一个时间节点 这时不少真相已经浮出水面 确实吴尔南和孩童失踪和被害有关 但吴尔南只是帮凶 真相主谋是牧师诺亚 诺亚专门拿小孩做时空相关的实验 实验的房间就是吴尔南祖传老房子旁边的地堡 使用时间在1986年间 老乌创意到1953年出山洞后 先是撞见了一位小男孩被两个小婚婚欺负 这位小男孩我也不卖关子了 他就是吴尔南的小时候 但老乌并不知道 救下了小吴尔南 自己继续去寻找老吴尔南 老乌这时越走越不对劲 并发现了一辆古董车 里面出来了一位优雅红衣女子问路 这人正是老乌的奶奶 之后车子又出来一个小男孩 他就是老乌父亲小时候 现在记不得他们的脸没关系 慢慢适应就好 老乌开始觉得不对劲 问起了时间 才半信半疑自己穿越到了1953年 老乌之后去了钟表店 找到了那位HG 并问起了那本时间旅情是不是他写的 HG好奇地拿过来看 指出名字确实是他的 但他没写过 而且书中HG的样子是老年 而此时的HG非常年轻 小吴尔南被老乌救下后 骑着自行车继续回家 发现正在建设的核电站 而核电站的最大负责人和老大 正是小吴尔南的父亲 也就是核电站的第一任战长 彼得的曾爷爷 而在核电站的工地上 今天突然莫名出现了两具男童尸体 死状也是眼部被烧伤 负责这次调查的是警察伊根 也就是第二任核电长易同姐的父亲 1986年老警察伊根年轻的时候 这两名男童穿的衣服是Made in China 非常应景是现代 也就是2019年 虽然剧中人不知道 但这两名男童一位是红衣男孩 一位则是聋哑男孩 原来每次诺战和中年吴尔南杀完小孩之后 都是把那个时代的男童尸体穿越到别的时间 从而让谋杀案无法告破 小吴尔南是个学渣 所以经常要到伊同姐家里补课 而且小吴尔南一直喜欢伊同姐 此时的伊同姐也是儿童 但已经在补课中展现了自己智商超高的一面 难怪长大后会成为核电站的第二任战长 此时老吴父亲和老吴奶奶来到一同姐家做租客 HG钟表店里 老吴继续做德纳旅行自己的思路 这时进来了有志护士和老吴母亲小时候 两人看起来是好闺蜜 从他们的聊天中 老吴得知今天核电站工地有两具男童尸体 于是老吴迅速赶去警察局确认是不是自己儿子 因为太激动 把自己的黑色大衣留在了店内 老吴去到警察局找到伊根 听完伊根描述后才知道不是自家娃 但很快转念 老吴有了一个很阴暗的想法 老吴打听到小吴尔南的家后 去到了小吴尔南家 此时小吴尔南在自家豪宅观赏自己收藏的死鸟 老吴悄悄走到小吴尔南旁边 发现小吴尔南居然有如此怪癖的癖好 更加笃定男童的死和吴尔南有关 老吴觉得如果现在把小吴尔南干掉 将来那些男童就不会死 自己的儿子弥开尔也不会失踪 于是老吴为了这个邪恶的念头 真的对小吴尔南下了狠手 用石头对小吴尔南一通猛砸 小吴尔南左半边脸血肉模糊 耳朵也被砸得不成形 这也就是长大后 吴尔南没了一只耳朵的真正原因 老吴认为砸死了小吴尔南 便把小吴尔南关在了地堡内 但其实小吴尔南并没有死 不久小吴尔南的父母发现了孩子失踪 赶紧报案 一个在找寻的路上 正好撞见了浑身带血的老吴 老吴见状就跑到了洞穴 想回到2019年 可惜他还没有进到洞穴时就被逮捕了 并自言自语说 唯有这样才能阻止一切发生 小吴尔南母亲这边 得知孩子失踪 终于软下了严厉的心 请来了牧师做忏悔祷告 这位牧师正是诺亚 可见诺亚是一位时间旅人 可以穿越到各个时空完成任务 HG钟表将一直等不到老吴 来拿走他的黑外套 好情心驱使 HG在黑外套里掏出了一台手机 这把处在1953年的HG吓了一跳 但这台手机之后成了 制造时光机的重要道具 不久一位白发老妇人出现 他就是年迈的一同姐 他后面也变成了时间旅人 他给HG一张时光机的图纸 要求HG按照图纸去做 但没有告诉HG这是什么 以上1953年的故事先告一个段落 让我们回到1986年的时间线 依然在HG钟表将这边 HG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形象和时间旅行那本书的照片是一致的 这时中年的约拿出现 他们两人之前就见过 他们继续聊着硬核的时间物理概念之时 其实这一段也是在用相关物理概念 去解释时间穿越并不会发生悖论的可能性 总结下来就是时间只是一个进程 人类看时间是线性不肯定的 但其实时间早已存在 分成了过去现在未来 三者互相影响和成就 未来可以改变过去 过去也可以左右未来 这次中年约拿来的目的 是让HG修好一台 他拿来的损坏的时间机器 这台时间机器也是HG找的 中年约拿想用这台时光机 毁掉洞穴内的时间通道 因为中年约拿认为时间之所以混乱 最亏祸首的发源地就是时间通道 所以中年约拿想修好时间机器 关掉时间通道 这样就不会造成时间错乱了 但HG听到后非常反对 并要求中年约拿滚 等中年约拿滚远后 HG偷偷拿出了一台全新的时间机器 那正是他正在秘密打造着的一台时光机 老吴尔南这边 其实传阅到了1986年找中年的自己 此时中年约拿和诺亚刚实验了一个小男孩 目前已经死了三个小孩 这样中年约拿感到愧疚和对实验犹豫 他想停止这一切 但诺亚说这些牺牲必定会换来人类的光明 三言两语又让中年约拿对诺亚言听计从 老吴尔南回到1986年后 就是为了让中年的自己选择停止一切 他想回来证明诺亚说的都是谎言 因为在老吴尔南的人生经历中 并没有看到人类更加光明 反而更加黑暗 但就算老吴尔南和中年吴尔南会面 中年吴尔南依然没有选择停止 而是继续跟随诺亚 无奈老吴尔南只能半夜开车撞向中年吴尔南 没错就是自己撞自己 车祸后结果中年吴尔南没死只是受伤 而老年吴尔南则死在了1986年 青年老吴那边因为政策部族被放了出来 老吴又和女校长重新在了一起 这时他们看到雷吉娜经过 此前娜娜就诬陷过雷吉娜说是她举报的 于是老吴和女校长两人冲了上去教训雷吉娜 但这时森林出现了青年的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你们还记得吗 她就是核电站的第三任站长 亚历山大拿枪出来威胁 赶走了老吴和女校长 救下了雷吉娜 但她自己身上中枪 亚历山大的身份很神秘 1986年突然出现在小镇 她的身份也是伪造的 只有亚历山大就留在了小镇上 并在核电站有了一份工作 一直往上爬 长到后取了雷吉娜 当上了第三任核电站站长 亚历山大似乎对于很多事情有预判 举止十分诡异 背后估计是有什么boss 当亚历山大决定留在小镇后 她把自己的护照和那位真的亚历山大的护照 还有枪藏了起来 结果被娜娜发现 娜娜拿走了那些东西 并从中一直威胁亚历山大 等亚历山大当上核电站第三任站长后 每个月娜娜都要从亚历山大那拿到很多风口费 不知不觉说到了2019年 老吴的失踪 让女校长更加崩溃 家中一下子没了小儿子和老公 女校长认为老吴一定是在和娜娜私混 于是跑到娜娜家里大闹 谁知娜娜表姐记上心头 直接说老吴一直缠着她 娜娜自己本来不想这样 之后娜娜提出分手 老吴太心碎离开失踪 娜娜说老吴从来没有爱过女校长 女校长对此还深信不疑 而一整季都神神秘秘的彼得和老吴父亲 他们到底隐藏了什么 原来彼得因为自己是同性恋的原因觉得很自责 所以经常跑到自家老宅的地堡内默默祈祷 让神宽恕自己 在米开尔失踪那晚 彼得就在那地堡中 结果地堡突然撕开了一条时空裂缝 1986年的麦慈尸体掉了出来 彼得吓了个半死 但确认是麦慈身份后 彼得叫来了老吴父亲 老吴父亲也认出了儿子麦慈 正当两人束手无措时 这时老年的义童姐出现了 义童姐给彼得和老吴父亲解释了来龙去脉 并把一本棕色的笔记本给到他们俩 这本棕色的笔记本记录了整条时间线很多大事件 包括后面还会有小孩失踪 但笔记本后面一半被撕掉了 这也是彼得和老吴父亲之后一直神神秘秘的原因 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 所以当时麦慈的尸体 也是彼得和老吴转移到树林里的 好让警察发现 约拿这边最终还是抵不过荷尔蒙的分泌 孩子和姑姑马上亲上了 事后约拿做了决定 即使牺牲自己也要把一切前因后果纠正 于是约拿重新穿越到1986年 去到米开尔的病房 想把米开尔带回到2019年 但诺亚却已经截足线灯 并把约拿关在了地宝实验室里 这时中年约拿又出现了 他可以把约拿放出来 但他不想这么做 因为整个时间进程的错乱 米开尔的穿越并不是缘起 而是整个时空穿越悖论的一环而已 中年约拿自认为自己找到了缘起 那就是穿越的通道才是最亏祸手 所以他想利用时间机器 在穿越通道分岔路开启 从而造成时间通道损毁 关闭时间穿越 或者说中年约拿想结束第一周期 让大家进入第二周期 所以这造成了另一个时空虫洞的诞生 年轻约拿在1986年和小吴尔南 在1953年的虫洞被打通 两人好奇地用手触碰对方 从而造成了两人的穿越 小吴尔南从1953年穿越到了1986年 而约拿则从1986年穿越到了未来的2052年 也就是说一整集下来 中年约拿虽然关闭了洞穴时空穿越通道 但导致了时空虫洞的开启 让一连串穿越事件更加复杂 剧中每一个人都想试着回到原样 但最终赢家依然是时间 时间就是上帝 当你想要操纵时间时 其实不知不觉更陷入了时间的漩涡中 以上就是第一季比较关键的剧情书里 让我们来再复复盘 第一季主要有三个时空穿越着 分别是中年约拿 诺亚 还有老年一同姐 他们三人分别打着自己的算盘 但诺亚和一同姐明显是对立阵营 就目前来看 他们都标榜着自己属于光明的一面 都认为自己在做对的事 目的就是让一切恢复自由 不受时间轮回诅咒 但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 却讽刺的增加了时间的错乱和轮回 暗海第二季最重要的是出现了诺亚背后更大的boss 一位彻底毁容的男人亚当 在这也不卖关子了 他就是老年的约拿 原来这一切想要控制时空旅行主动权的阴谋阳谋 是老年约拿 而另一边和老年约拿对抗的 则是老年的一同姐 其他的所有角色都是这两个人手中的棋子 第二季的故事主线围绕在2020年6月27日 世界末日前一周发生的故事 当然第二季也开启了两条新的时间线 分别是1921年还有第一季最后的2052年 让我们先把时间放到了2020年的6月21日 世界末日的前一周 娜娜在这半年多里 接连失去了丈夫米切尔 儿子约拿 还有情人老巫 于是她拿起小时候偷偷藏好的亚历山大的枪想要了结自己的生命 但这时中年约拿出现在娜娜面前 中年约拿很快让娜娜相信自己就是约拿 并告诉娜娜青年约拿在2052年暂时还回不来 中年约拿此前想拿时间机器关掉 时空通道恢复一切 结果反而开启了第二个周期 所以在2020年的6月21日 约拿重新回到家里和母亲约拿相认 准备她心目中的第二次恢复时空秩序的办法 青年约拿被穿越到了2052年后 看到了未来世界一片废墟 正是因为2020年6月27日核电站引发的世界末日灾难 顺便说一下2020年6月27日也是暗黑最终第三季上线的时间 在2052年约拿被救下后 在未来生活了一段时间 并且在地表中发现了一同姐的录音 这些录音记录着时空穿越的技巧和知识 约拿一直按照一同姐的录音形式 当然此时约拿并不知道录音中的一同姐是谁 未来世界处在无政府主义状态 温登小镇有一个组织是由长大后的龙牙女建立的 龙牙女告诉居民2053年会有神明来拯救大家 这个神明就在核电站内 目前那里是一个禁区 所有人不能进入 否则就会上绞型台 但约拿知道核电站并没有神明 而且可以让自己穿越回到2019年 终于有一天约拿悄悄的进到核电站里面 发现了不稳定的冲动 需要汽油发动设备才能让自己穿越 于是约拿从龙牙女部队里偷取了汽油 想让核电站装置的虫洞实现稳定运行 让自己穿越 但结果约拿被龙牙女部队发现 约拿因为闯入新居得上绞型台 在上吊的过程中 约拿大喊龙牙女在撒谎 核电站内根本不会由上帝来拯救大家 而龙牙女知道这人是年轻的约拿 也知道约拿是穿越过来的 出于对以前的交情 最后还是不忍心绞死约拿 就把约拿关了起来 由此约拿脖子上有了伤痕 接下来我们就叫她伤疤约南 龙牙女的手下刀疤女实在太好奇 核电站里面的虫洞是什么 于是晚上她救下了伤疤约拿 伤疤约拿按照此前的计划 把装置加满油 果然虫洞稳定了下来 伤疤约拿想都没想就钻了进去 因为她太想回到2019年了 结果伤疤约拿非但没有回到2019年 还穿越到了1921年 接下来我们又开启了一个新的时间线 1921年 这个年份告诉我们山洞的时空通道 原来是年轻的诺然和另一位小哥打造的 那位小哥亵渎了诺亚身心不移的首领亚当 很快小哥被诺亚杀害领了便当 这也是年轻诺亚第一次杀人 之后年轻诺亚进入教堂 见到了常态中年诺亚自己 中年诺亚让年轻诺亚淡定 相信自己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很快你就会进行第一次时空穿越了 之后中年诺亚变了最大的boss 也就是被毁容的老年约拿 老年约拿在1921年成立了一个叫西蒙多的组织 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打破时间循环的诅咒 此时商巴约拿被1921年的居民救下来后 他独自一人去到山洞 想利用时空通道回到2019年 结果通道还没有完全造好 让约拿心态崩塌 而这时年轻的诺亚已在洞外等候多时 并引领商巴约拿去见老年约拿亚当 商巴约拿见到了老年约拿 两人确认脖子绳索商巴 知道彼此身份后 老约拿开始给商巴约拿上课 老约拿似乎看透了过去现在未来 说了很多大道理 让商巴约拿深信不疑 并跟随老约拿的指示 要去彻底改变时空错乱的问题 为此老约拿给商巴约拿一个任务 就是回到2019年的约拿父亲米切尔自杀前 阻止米切尔自杀来换得时空恢复秩序 于是商巴约拿穿越回到了2019年 父亲米切尔自杀前 他先去找那天去游泳的小伙伴 和自己的姑姑马上来了一次告白和亲吻 话说要不是他这个告白 估计姑姑也不会这么喜欢约拿吧 这一天其实也是老乌和女校长25周年结婚纪念日 老乌邀请了很多朋友去他家开派对 但米切尔有点感冒 不能过去 商巴约拿按照计划要阻止父亲自杀 商巴约拿见到米切尔后 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其实是时空旅行者 并知道米切尔就是米开尔 恳求父亲不要自杀 但米切尔却说我没有想过自杀啊 之后商巴约拿秀出了遗书给米切尔看 这时米切尔说出了另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当初米切尔小时候也就是米开尔 当时他们听到巨响四处逃散时 米开尔原本可以自己走出森林 却被另一个约拿带进了山洞 实行了时空穿越 这一秘密把商巴约拿吓到了 之后米切尔开始整理思绪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这一次商巴约拿表面上是来阻止自己自杀 其实是来暗示自己要自杀 这不就是纯24K坑爹操作吗 因为如果米切尔不自杀 很多事情也会发生改变 多米诺骨牌蝴蝶效应 很有可能在11月4号那晚 米开尔就不会失踪穿越 那就不会有约拿出生 米切尔为了儿子约拿出生 全院自杀牺牲自己 让这个循环继续 就在商巴约拿发现自己被老年约拿 耍到坑爹的时候 老年一同姐出现了 说明自己来一并告诉商巴约拿跟随他 他才是光明能量时空恢复的人 于是商巴约拿便弃暗投名 跟了老年一同姐 进行长时间的秘密训练 说到秘密的老年一同姐 是时候看看他的时空旅人养成绩了 时间回到了1987年 老一同姐找上了一同姐 在办公室老一同姐说服了一同姐 让她相信彼此是同一个人 并给一同姐一张寻宝图 之后一同姐在自家后院挖出了老一同姐 事先买好的时光机 开启了自己的首次时空穿越 一同姐先去到了2020年 看到了已经患上癌症的女儿雷吉娜悲痛晚分 之后再到图书馆查档案资料 直到了自己父亲一根于1987年6月26日 死于家中多日才被发现 而这期间一同姐也正好发现 自己一根父亲患上了癌症 一同姐便以为自己父亲是因为癌症 死于6月26日 于是一同姐回到了1987年后 想方设法让父亲一根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 其间一同姐还从第一任老站长口中终于得知 原来当初那些合肺料不只是肺料 而是无意间造出了上帝粒子 简单来说就是时空穿越的燃料 而此时一根虽然退休但也没闲着 他开始有时间履行自己警察生涯的各种奇怪经历 想办法把他们串起来 一根先去找了出车祸的乌尔南 自从乌尔南出了车祸后脑子就不太好使 这也说明老年乌尔南并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神道道 而是自己撞自己的车祸导致的 一根从乌尔南中想起了33年前被抓的老屋 老屋自从1953年穿越被关起来后 就一直留在了那个时代 于是一根去了精神病院 找到了已经中老年的老屋 中老年老屋直接说自己是穿越过来的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沉淀 33年前的老屋对很多事情预言都应验了 所以一根对时光穿越还是半信半疑的 之后一根去找了有志护士 要了一张米开尔的照片 再拿到老屋那 老屋一眼就认出了 那就是他日思夜想的小儿子 于是老屋策划了出逃 直接跑到了米开尔当时住的房子 父子终于相认了 这也算是聚集中比较触动人的一刻 接着两人决定前往山洞 想穿越回到属于自己的2019年 而一根和警方出现阻止了他们的穿越 老屋继续被关在了精神病院 而米开尔则继续留在了有志护士的身边 一根此时越想越不对劲 为何老屋一直往山洞跑 而山洞又连接着核电站 6月26日 也就是易同姐知道父亲死的那一天 易同姐要一根立刻马上搬到他家去住 并让一根不要再想核电站的事情 具有警察敏锐洞察力的易根 很快意识到了这一切和核电站有关系 而作为第二任站长的易同姐也脱不了关系 于是易根决定报警 易同姐当然是极力阻止 两人在互相的拉扯下 易同姐不小心推倒了易根 导致易根撞到墙脚脑后出血 这时易同姐才恍然明白过来 6月26日自己父亲易根的死 不是癌症 也不是老屋来报仇 而是自己错杀了知道真相的父亲 悲痛万分的易同姐看着父亲咽气 默默离开父亲的房子回到家中悲伤不已 而这时伤疤约拿穿越到了她的家中 并声称是按照老易同姐的吩咐 过来训练易同姐的 这里解释一下这时的伤疤约拿 是已经跟随了易同姐训练后的伤疤约拿 而在2019年当时米开尔带入洞穴穿越的 也是这位训练过的伤疤约拿 我们再来看看2020年夏洛特这边 他的女儿龙亚女在收拾外公房间时 我们得知了夏洛特的外公就是HG钟表将 而夏洛特的父母一直是个谜 夏洛特是被外公收养的 也就是说HG不是夏洛特的亲生外公 在外公的书籍中夹杂着一张老照片 照片是老年约拿为首的西蒙多组织大合影 龙亚女一下子就认出了照片中的诺亚 并告诉了母亲夏洛特 而这时娜娜把中年约拿穿越的事情 也告诉了夏洛特 夏洛特因为调查儿童失踪案 找到了1953年的卷宗 发现了老屋就在那老报纸上 所以对时空穿越也并没有很排斥 并相信了中年约拿是时空旅人 于是夏洛特为了女校长好 也把女校长拉入火 带女校长去地堡解释了时空穿越的事情 让女校长放心自己的老公儿子都没事 只是在别的时间点 女校长当然不相信了 觉得用几张打印的A4纸 就让我相信时空穿越未免也太扯了吧 如果真的是这样 约拿就是自己的孙子 娜娜不仅去了女校长的老公老屋 还睡了自己的儿子米开尔 女校长和娜娜就是标准的婆媳关系 你就说刺不刺激 但女校长嘴上这么说 身体却很诚实 她利用自己是校长的身份 翻开了1987年班级合影 结果真的发现了自己的儿子米开尔就在里面 所以总结一下 影片中四大家庭中的家长 除了有钱酒店老板那家人 夏洛特 娜娜和女校长三个家庭都知道了 时空穿越这事了 当然之后酒店老板雷吉娜也会知道 娜娜之后则更离谱偷偷拿了时光机 穿越到了1953年 然后找到了老吴不是为了救她 而是为了刺激她一下 让她死心留在1953年 之后娜娜在2020年的6月27日 世界末日前都还没有穿越回去 孩子团那边 其实也基本同步了知道时空穿越的事 孩子团发现大人的行为越来越神秘 于是孩子们自己组团去揭开山洞的秘密 他们在进入洞穴时 正好碰到了巴尔托斯拿着时光机出来 经过对巴尔托斯的一番折磨 巴尔托斯招供说自己按照诺亚的指示 做时空穿越任务 小伙伴当然不相信了 要求巴尔托斯证明 于是巴尔托斯让所有人都穿越 回到了1986年感受了一下 只有时光机被乱发难没收 但他们不会用 经过孩子团和大人们的几轮交谈 他们也终于消息互通了 时空穿越变成了公开的秘密 但显然这些人只是知道有时空穿越这事 并不知道要如何解决 依然还是被摆弄了棋子 至于老义童姐 除了前面提到的 老义童姐还去到了1953年 她见到了老乌的奶奶 原来老乌奶奶和诺亚是兄妹关系 这么说诺亚和老乌也是亲戚了 老乌奶奶是一位双面间谍 她之前跟随老约拿的西姆多组织 但之后叛变到了老义童姐那边 但这次老义童姐要求老乌奶奶做卧底 告知自己的死期给诺亚 并告诉诺亚她手上有记录时间线 事件棕色笔记本的另一半秘密 接着老义童姐如是重负 去到她父亲伊根的办公室 向父亲一个劲的说对不起 说父亲是大好人 这里我们也都知道 因为在1987年时 义童姐错杀了自己的父亲 之后果然诺亚杀了老义童姐 诺亚从老义童姐口袋 找到了棕色笔记本 另一半的未来事件的记录 诺亚看了后大惊失色 从最初的忠心耿耿开始转向叛变 好那我们就来聊聊诺亚这个人了 简单粗暴的说 诺亚年轻时 爱上了夏洛特长大后的女儿龙牙女 然后生下了一个女婴 名字叫夏洛特 是的没错 龙牙女士夏洛特的女儿 也是夏洛特的母亲 但是诺亚一直不知道 因为当时夏洛特早产 女婴夏洛特在诺亚和龙牙女 所在的末日未来无法养活 于是诺亚把女婴带回到了1986年代 她自己就离开了 之后被HG收养 当然被谁收养诺亚不知道 于是老月娜就告诉诺亚说 要想救自己女儿 也就是夏洛特必须听她的 所以诺亚一直跟随老月娜 但知道真相后的诺亚 渐渐开始不相信老月娜 她先自己去找了夏洛特 并父女相认 但诺亚并没有告诉夏洛特母亲是谁 不想夏洛特估计要回三关了 最后诺亚会见了老月娜 被老月娜下令老巫奶奶杀了诺亚 此外在2020年 警局还来了一个新上任的夏洛特的上司 她全权接受儿童失踪案 但这心警探毫无存在感就对了 每个人都有秘密 但是就是不愿意告诉她 导致她调查起来处处碰壁 但心警探也有自己的秘密 她之所以来到小镇调查 是因为她的亲兄弟名字就叫亚历山大 也就是核电站第三任站长盗用的名字 好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第二季的结局事件 也就是2020年6月27日世界末日 当天发生了什么 首先是中年约拿 她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救玛莎 所以她先把玛莎关在地堡中 免得玛莎按照她以前看到的方式死去 之后中年约拿回到家里 等着某件事情发生 想彻底阻止玛莎的死逆转未来 但这是年轻诺亚出现了 这样中年约拿有些惊讶 更让人吃惊的是 年轻诺亚给一封玛莎亲笔写的信给中年约拿 中年约拿看完这封信后 她又一次改变了想法 中年约拿马上去找了乱发男巴尔托斯体操女 开启了时间戒气 和他们一起时空穿越躲避世界末日 而此前彼得和女儿龙牙女到地堡躲避世界末日时 玛莎趁机逃了出去 伤疤约拿这边 这时她是站在老义童姐的阵营 伤疤约拿在1986年的洞穴开启时间机器 激活了时空通道后 就让义童姐去2020年6月27日 找自己女儿雷吉娜 去地堡避难世界末日 接着伤疤约拿回到家找母亲娜娜 想让她也去地堡避难 但却等到了跑出来的玛莎 玛莎之前从母亲女校长口中知道 约拿就是自己侄子 但玛莎也想通了 无所谓 于是两人一顿亲啊 这时老月娜从1921年穿越了过来 老月娜为了让伤疤约拿成为自己 亲手杀了玛莎 然后走了 留下了悲伤的伤疤约拿 而不久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相同年龄到不同造型的黑衣玛莎出现 吓得伤疤约拿不轻 黑衣玛莎来不及解释 只说了自己不是来自哪个世界 而是哪个世界 然后拿出了更小巧的机器 带着伤疤约拿穿越了 与此同时 因为心警探的夏洛特那边打开了 隐瞒的核废料 也就是上帝粒子 冲动打开后 2053年的龙亚女和2020年的夏洛特见面 两人不由自主的用手触碰了一下 从而让冲动的威力放大 导致引起世界末日 很快最终第三季就要来了 目前第二季结束给的线索 我们比较能确定的是 1921年的老约拿亚当的西蒙多组织 基本就是温登小镇这群青少年构成的 从画面蒙太奇来看 组织中出现的一对老年恋人 似乎就是乱发男和体操姐 第二季刚出现的年轻诺亚干掉的人 可能就是巴尔托斯 而夏洛特女校长娜娜这些人 似乎也没在世界末日中马上死去 总之就是主要的角色都流了口气 看第三季怎么出现了 而且从第二季结局和第三季预告片来看 暗黑爱创造了一个平行时空 老约拿之所以要杀掉马莎 或许就是因为要拯救 另一个平行宇宙里的马莎 顺便也让伤疤约拿成为自己 而且其实老约拿是知道 有平行时空这件事的 因为他在聊起时光机图纸时 不光方和时光机图纸是他画的 原型时光机似乎也是他画的 所以就算伤疤约拿跟了黑衣马莎走 也依然没有逃脱时间循环的诅咒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 老约拿似乎已经放弃了旧世界 因为旧世界的时空穿越 已经错综复杂到 无法挽救找不到源头 所以他要第二周期世界末日开启 走向第三周期创造新世界 让新世界的人获得自由 而老一同姐似乎持相反态度 他认为旧世界还有旧 所以一直用自己的方法去试着改变旧世界 暗黑其实能解读的知识点还很多 但大家也看到了 光疏离复杂的关键剧情 让大家更好入坑第三季 就花了这么多的时长 希望大家看完这期视频 看过这剧没看过这剧的 都能清晰明白剧中的关键人物和剧情 此外还想看到更多 关于暗黑欲说害羞的深度解析 就放在第三季的完结后吧 前提是这期视频反响不错 毕竟我一个人自己做视频 真的不得不考虑 大家是否感兴趣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点个赞让我知道 我是大聪 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原创动力 那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